Shalom,大家平安,我是Amir Tsarfati 你们能看见我背后是加利利海 现在正是安息日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快速更新 就在这里,你们看,在哥兰高地刚刚发生的事 今天凌晨刚过4点 从这里发射了地对地导弹 从哥兰高地打到了大马士格国际机场 我们摧毁了一些机场跑道 重创了机场控制塔 摧毁了过去36个小时 从德黑兰用飞机运来的大部分武器 这是过去5天内同一地区的第二次袭击 这一次对叙利亚的损伤非常之大 他们不得不把所有大马士格机场的航班 改造到阿勒坡机场 然后让乘客乘坐巴士回到大马士格 各位,伊朗现在正在蔑视国际原子能机构 伊朗人断开了30多个不同的监控摄像头 伊朗人安装了全新的离心机 并开始将右浓缩到90%的级别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决定已经做出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行动计划 就是这样 他们推进核弹计划的同时 还继续向叙利亚走私大量入品 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从比伊朗本土更近的地方 袭击以色列 有很多幕后正在进行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和大家讲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再次 那些在Telegram上面关注我发的消息的人们 你们不应该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惊讶 事发一个小时以后 我就发了消息 以色列今天凌晨刚过4点 从这里 从哥兰高地 这边是加利利海 是哥兰高地 那边是以色列的加利利 是以色列在1967年得到的领土 这边是哥兰高地 清晨我们就从这一带 发射了地对地导弹 我们击中了大马士革国际机场 我们击中了三个目标 武器库 跑道和控制塔 再一次 伊朗公然面试国际原子能机构 因为你知道 有人终于决定告诉他们 说他们对在几个伊朗地点上 发现的诱材料 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没有人拥抱他们 亲吻他们 追着他们跑 所以他们很生气 他们决定断开监控摄像头 以安装下一代离心机 并开始将诱器注入其中 女士们 先生们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 浓缩到90%的级别 就是这样 他们有足够的诱 现在他们要把这些诱 浓缩成武器级的 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 我需要考虑一下 我能不能分享这个消息 请稍等 这样吧 我会告诉你们伊朗人在说什么 你们可以去解读其中的意思 好吗 伊朗人一个小时以前说 他们刚刚发现 以色列有一个非常 他们说 他们发现 以色列有一个行动计划 他们说 他们一直在等着 出现这种行动计划 因为这将使他们有理由 从地图上 把以色列抹除掉 现在请看 加利利海多平静 你们看 这边是提比里亚城 旁边是加利利海 再往上是哥兰高地 现在是美好的安息日 但幕后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在我们新写城的惊悚小说中写的正是这些事 遗憾的是 这本小说还需要几个月才能出版 但现在整个活动已经不在幕后了 现在我们加强了行动力度 他们也是 就是这样 他们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将又浓缩至90%的级别 情况就是这样 我会给大家更多的更新 再报道一次 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受到袭击 控制塔被击中 跑道被击中 过去36小时从伊朗运来的武器也大部分被摧毁 所以情况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正在接待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将近90名青年 这次旅程很精彩 每个人都很兴奋 但再说一次 现在幕后在发生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详情 请在Telegram上面关注我 听着Telegram是安全的 我在Telegram频道上面不会被禁或者受限制 你在Telegram上面能全天候地收到新闻 请下载Telegram应用搜索Amir Sarfati 我的频道有26万9千名订阅者 请加入我的频道 你就会收到真实的报道 并会按时收到 好的 祝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从加利利海问候你们平安 请分享这个消息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里发生什么事 我会和你们保持联系 好了 谢谢你们 安息日 Shalom Shalom 我感谢您的消息 写回答应 做得好 我们要不要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